北宋传奇、宋太祖赵匡胤的发妻,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女性? 历史刘老师原创,非授权严禁转载,作为历史上波剧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,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发掘。 其中,她的发妻赫氏,就是一位被浩瀚石海所淹没的女性,是人嫌有知的关于她的那些故事。 今天,我们就揭开她那神秘的面上,走进这位颇具神秘色彩的女性,作为赵匡胤的原配妻子,赫氏出身还算不错。 她的父亲赫景思,是一名武官,曾经和赵宽胤的父亲赵红颜,一起担任过后晋皇帝的护卫武官,景思常为军校,与宣祖同居护圣营。 赫景思和赵红颜在一起时间久了,彼此都非常欣赏,于是,在后晋开任初年,两人结为了儿女庆下,由赵红颜出面,给儿子赵宽颜迎娶, 赫景思的女儿竟开运出,宣祖为太祖拼言。 那么,赫姑娘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是不是赵匡胤所喜欢的类型呢? 据宋史校会《赫皇后传》中记载,赫皇后性温柔恭顺,动引礼法。 意思也就是说,赫皇后是一个性格比较温柔,对丈夫和父母百依百顺的封建传统女性, 而且在父母的教会下,她的任何一个举止,都符合礼法,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。 嫁给赵匡胤后,赫氏先后为他生下了三个孩子,两个女儿,一个儿子。 在后周显的五年的时候,赫氏不幸因重病而去世,十年三十岁五年,寝其轰,年三十。 红颜薄命,说的应该就是赫氏这样,本应该有幸福生活,但却又被上天早早无情剥夺掉的女性。 北宋建龙三年,称帝已经三年的宋太祖赵匡胤,吹风自己的这位发西赫氏魏皇后,干得二年三月,有资上是魏,校会,是魏校会赫皇后,参考史料,宋史校会赫皇后传。 谢谢大家